其實也經營了大約10年的獨立音樂這樣的過程 所以接下來我要分享的過程就是 我輩的音樂環境的中國因素 中國因素的這樣一個概括 我想介紹給現場的朋友們 在音樂裡面大概可以出分成兩種 一個是主流音樂 一個是非主流的音樂 那其實主流跟非主流音樂 並不是在音樂的形線 而是在音樂的運作 這個音樂的運作 主流的音樂可能是經過一個商業的討論的 不斷的一個流程所產生的 而獨立音樂是來自於獨立音樂創作者 他自己個人的對於創意上的想法的一個貫徹執行 因此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看到無樂天或者是台灣的一些就是歌手 在中國這個地方因素以反吳茂這件事情而遭到封殺 我必須和各位講一下 在台灣的藝人或者是歌手或演藝的宣傳裡面 對於中國市場的一個趨之若鹿 所產生的這個結果 這個結果告訴我們一個很簡單的事情 就是絕對不可能有自由貿易而沒有政治 這是與中國合作的時候 是絕對要把握的一個天理 因此主流音樂已經是不談政治的情態之下 都能夠為政治所封殺 那對於獨立音樂 有談到一個社會的思辨的一個想法 在中國更是載入蓬蓬 我必須要講一下 我今年到了今年 總共每一年都來到中國 短期的一個禮拜 至兩個禮拜的Live House演出 我比較有這個機會 能夠直接面對中國的獨立音樂創作者 他們並不是主流音樂 他們對於內心的音樂 對於執行自己音樂上的一個獨特的想法 都很有熱情 但是呢 這裏連下來 我看到的就是 我的這些獨立音樂創作者 並不會因為很近 而慢慢的變好起來 我見到我的朋友 離開了短期 我見到我的朋友 會請喝茶 我見到我的朋友 他因為在 可能這個獨立像是演出的 罵社會主義關係 而被監控 當你看到一個朋友 一年之後 看到一個朋友 他的精神狀態 呈現一個不穩定的時候 他的創作 跟他的一個心靈的走路 的一個成長的過程 絕對不是一個順向 當我看到這種情形的時候 我希望 當我 我一個朋友講 就是我當我希望 能夠在中國大陸 能夠發表我個人創作的時候 我同樣也會面臨這樣的一個 一個前景 這個可能性 因此 我就 我就在想說 在一個商業情況之下 都有政治因素 那何況 獨立音樂的情況之下 難道沒有嗎 一定有 而且更嚴重 我有一個 北京的獨立音樂創作朋友 他因為寫了一個 有關於 中共的 呃 開會的一個 一個歌詞 在土豆上面 原本下降了百萬次 完全被封殺 然後他的那個演唱會 完全不准演出 有一個上海的朋友樂團 他因為對於當時的四國 寫了一些批判的歌詞 連被信念兩年 那更別提我們搖滾音樂的前輩崔劍 他被封殺的情形也是更嚴重 我要講的一個很簡單的一個 一個一個很幸福的一個感覺就是 在台灣我可以因為一個創作上面的 不符合市場去做考量 這件事情其實就是一個民主的成果 我想我還是回去一下 怎麼說呢 我的音樂 我做出來的時候 我不會太會有政治上的一個干預 而 改變我的一個創作 我只會面對的是市場 因此我可以至少可以原原本本的 將我的創作給表達出來 而不用經過任何的審查 譬如說三十年前當中大哥的創作裡面 全部都是有意思 那我自己個人呢 很喜歡黃色歌曲這樣的一個 琴色歌曲的創作 我自己同樣說 我當我自己的創作 能夠在中國能夠發表 是完全不可以的 我自己還有一個經驗 我曾經上傳一個脫口秀 這個脫口秀上傳土豆的時候 在十分鐘之內完全被刪掉 因為內容不符合善良的社會公主 我是實際與中國一個短暫 一個虧本 一個實際的旅行 以及票房零收所長生的一個 回想任何的原因 因此 我很希望能夠在自己的土地上 關於土地上 作為一個個人 作為一個個人 謝謝 我看一下也謝謝 我希望 我希望 在一個聖母點頭 所形成一個民主的氛圍 以及獨立自主的政治模式 能夠明映上一個 讓我自己的個人主義 能夠增加的一個空間 這就是 謝謝各位同學提到 謝謝 接下來呢 我要清唱一首歌 也是我個人的作品 或許各位同學有聽過 那因為我清唱的關係 只要各位心中有節奏就可以了 這首歌再給我轉發 奇彩同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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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河 我們在這邊找個地方坐 那你講嗎 這時間沒有就我們也會去